王素生出生于北京一个玉雕世家 13岁随富协议 20多岁已经成为玉器行中的佼佼者 北京玉雕行业四怪之一 因生性充盈且脑袋四斗被称作小诸葛 改革开放之后的两件翠火 一件获得全国金杯奖 一件勤先祝寿就一个半火柴和大 1979年在香港卖了180万的港币 2005年加世的冬季拍卖会 以695万2000年港币成交 他的一生多和这煞二万种翡翠剧实紧密联系者 20世纪初期 王素生第一次在北京的一家玉器小座房里 听到煞二万种这块剧形翡翠 20世纪四十年代 他又从一位玉石商人那里得到这样一个消息 几千里之外的云南 这位玉石的拥有者 因为对儿子争夺这块剧形翡翠 不择手段极为气愤 又担心这剧形翡翠流落国外 一气之下 背着他的儿子们 秘密的将煞二万种 赠送给了当地政府的有关部人 想让国家长期收藏 以此了结心愿 新中国成立之后 他曾在一次座谈会上 听到云南老艺人谈起这块玉石 这块剧石早已不在云南 而且下落不明 但他仍不死心 仍然怀着赤子之心 去寻找这块剧石 有一次北京市开人大常委会 王树生提了意见说 这块剧石 我寻找了半个多世纪 也没有下落 现在嘛 国泰名郎 我们应该设法把这块祭翠找到 把它雕刻成国宝献给国家 他接着说 好意千载难逢 作为一名全国劳魔 我一生最大的疏愿 就是能用自己的记忆 报效祖国不负此生 王树生生泪俱下 以会者为之动容 有位被感动的记者 王正祥 在80年6月5日的北京晚报 破天荒地刊登了一篇 保益何在的文章 数日后 负责保护三万种 二十五年之久的宅威礼 上北京玉器厂 与王树生见面 随后带着王树生 走进一间神秘的金用库房 小心打开三个木箱和布袋 在灯光的照耀下 四大块艳丽的记翠 立即绽放出了水汪汪的光泽 真的是世上罕见 品地极高 他一会摸着这一块 一会摸着那一块 终于在一块记料的侧面 看到了四个不大的汉字 萨二万种 在得知这块石头 是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精心保护之下 才得以留存 一股软流 缓缓的流动着 腥味的泪水 止不住的往外流 国家高层开会 制定了由北京玉器厂负责 由王树生牵头组成 设计制作班子 南福尔这四块记翠 由专车专人 1982年11月9日 安全地送到了北京玉器厂 玉器厂负负责 玉器厂负责 玉器厂负责 玉器厂负责